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罚单原本需要在两个星期内脚步 随着沙灾难管理委员会宣布于10月4号开始加强入境管控措施 今天及明天的机票价格方数倍飙涨 为了防堵境外输入兵力 沙灾夜从10月4号到18号前面仅止非沙灾夜人通过沙巴或难民入境沙灾夜 同时西马入境沙灾夜自强制在酒店隔离14天 而这也导致目前身在其他州属度假或公干的沙灾夜人及非沙灾夜人 赶在4号之前飞回沙灾夜 不少民众也发现本月2号及3号的机票暴涨 而4号的机票自恢复到正常的价格 价格幅度相差4到6倍 差价1000令吉左右 沙巴政坛今天传出震撼消息 沙巴民信党三角时区国会议员拿督刘维强因肺部感染 今早11点40分在雅比英格医院病师享年60岁 他之前因为肺部感染在雅比英格医院接受治疗 刘维强于2008年国会选举中选为桑达根国会议员 随即受委为贸工部副部长 自前首相纳吉上台后转任首相署副部长 他在2018年3月19号率领超过200名支持者退党 加入明信党 并在5月9号的大选转战三角时国会议席 打败原人国会议员即沙巴团结党的曾道林和令两名候选人后 出任西蒙政府的首相署部长掌管司法事务 随着他的去世,一席悬空的日期距离国会届满超过两年 所以沙巴将迎来另一场普选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